好了,我們下一點就講到建立靈命的動力 我們怎樣有動力去建立人的靈命 還有那些人可以有什麼動力去愛神更多 我希望大家這四樣動力記得 很清楚在心裏面,經常都有這四種動力在心裏面 第一個動力就是神是很愛我們,祂是全能的 祂什麼都能幫到我們 然後第二就是祂很體重,我們個個都變得很寶貴 第三,我們親近神,遵從神,一定同福,神是會凡事祝福的 第四就是不聽話,不遵從神,不親近神,不主理生命 一定有破壞性,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那時候我們就說,原來跟從神就是凡事無福,整個生命無福 那我自己真是經歷到神很多樣的福利 其實我背景是,家裡是很貧窮的,其實貧窮是因為 不是因為真是,完全因為這個入息不足 就是因為我爸爸賭錢賭得很厲害,真的是家裡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在一個這樣的家庭長大,根本就當時來講呢 本來就是,我一,我讀完科目五,那時候我們在黃銀書院 恆生銀行走來招募我們,那我們有二十個學生走去考 結果是我其中一個,有兩個被取錄了 但是當我放榜的時候,Prom 5放榜 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入回Prom 6,我馬上辭職 但是當我辭職的時候,家裡人罵我 為什麼你不說聲你就辭職,他們很想我馬上上班 其實當時家裡不是真的沒有錢,而是賭錢的業務 那現在那時候已經穩定了一些,那我又感謝神 如果我不是當時我辭職,我沒有機會將來讀書更多 是預備我成為牧師,那這個都是神在我生命中預備的東西 神又預備我能夠有機會,也不是我去追求的 去到外國有機會讀,讀神學了很多 還有各方面神都為我預備,那我想說就是聽神話 一定無福,那這個東西,大家會不會很… 就是心裡很深信這件事,會不會說我聽神話 神一定會全面勝祝福我的,你心裡面會不會這樣相信 那有些人就很難相信,覺得不行的,我的問題太大太大 我想問一下大家,你們會不會很深信 我聽了神話,我親認神,祝福神 神一定會大大的祝福我的生命,提升我的生命 大家有沒有這種信念? 我相信,我相信是,你說的是 我相信神福神,相信神就會去祝福 還有最後一件事給我的意 非常好,我聽到你經常傳福音,街上光人 就是你很有這個動力 我們看到神可以這樣使用你,祝福你 這個就是因為你聽神的話,聽近神,尊神 其他人有沒有想分享,即是說,真的 那個動力,我就將這些動力都很簡單地說出來 很簡單,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個都是我感謝神 給我很簡單地,將一些重要的教導 很簡單地要怎麼說出來呢 我們就很容易,很容易有肯定的動力 很容易能夠記得,也可以鼓勵人 你親近神,遵從神,神一定大大的祝福你的 那麼首先,我們自己有沒有發現 這件事是真實的?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嗎? 牧師,我有一個問題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我覺得我理性上 我的認知是這樣的 但是,又聽過有些個案 譬如有一個個案,我是很深刻的 就是很多年前 就有一個牧師呢 他在說道的 即是星期日早上說道 那他兒子那時候很小的 那在家裡就發生過家居意外 那就走了,死了 但是其實那個牧師那時候 是在服侍神的 在說道的 為什麼會有一個災禍 臨到他兒子那裡呢? 那,我很疑惑的 OK 這個牧師是怎麼樣的? 他整體那個 譬如牧養你們的方式 你覺得他怎麼樣的? 但是我不會那個牧師的 其實我是看報紙那裡看到的 我回答這件事情 就是人生總有不同的事情 不幸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發生的 譬如我第一個教會 我馬上就給人 有一個同工 因為他對我期望很高 當我做不到期望的時候 他就很多批評 甚至向我以前職勞歸主的太太批評 於是我太太就告訴他 那我就很煩惱 就是那個日子也是很困難的 但是呢 這個日子的神結果是成就一些偉大的事的 因為呢 是幫我去找方法 怎樣處理我樂心世界 是 因為我自己還沒做牧師之前呢 我是從來沒有說 壓抑啊 煩惱啊 就是沒有這件事情存在的 但是當時我真的有幾年的時間呢 經常都是一種壓抑的狀態 後來當我離開了那個教會之後呢 我依然在這個壓抑的狀況 但是在這個壓抑的狀況 神呢 就幫我去找方法怎樣處理 那我想說是什麼呢 我們每個人都有困難的事的 但是聖經說呢 萬事都互相效力於愛神的真益處 就是當我們在困難之中 我們都一直依靠神的時候呢 最終是會對我們有益處的 這個牧師的生命我們不知道 就是到底他 就是 他是一個怎樣的牧師啦 就是他生命有沒有破口啦 還有他 這件事對他的影響是怎樣呢 我們也不知道的 就是有時候可能這些事叫他更加依靠神都未定的 但是也有些人呢 就他本身都軟弱的 那這些事發生呢 他就更加軟弱都有的 那聖經講就是說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愛神的人呢 他經歷多少困難都好 他都看過程都可以得到益處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能夠回答到的 就是我不能夠說為什麼基督徒一樣有災難 我不能夠解釋 就是這件事我們沒有辦法解釋 但是我是看到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這件事可以叫這個牧師 更加 就是更加 依靠神啦 那當時我 那些煩惱呢 是令到我開始 整天有一個習慣呼求神 不斷耶穌啊 求你開恩可憐我 我都唱 那時候我唱詩歌呢 現在有些詩歌都是用那個音調唱的 耶我怪是我的母者 我的不知血分 他是我和我在清楚地上 令我再喝 安見水 就是當我在那些煩惱之中 我就開始唱詩篇 那時候我很喜歡詩篇 我真的呢 在詩篇找到很多很多安慰 我看到神的美善 我是很喜歡很喜歡 那結果很多年之後 就讓我有這個輕鬆得盛的教導 是怎樣處理內心情緒啊 人的壓抑啊 什麼困難都可以得勝 我們不需要把人的問題抗在心上 就算真的有些不幸的事發生 那譬如 我們假設這個兒子呢 是信耶穌啦 這個牧師 不是牧師 他的兒子應該信耶穌啦 那他信耶穌 其實他來講呢 他就是早點去天堂的理解而已 那爸爸來講 當然一定有傷心 但是當他明白 他的兒子在天堂 其實是 他可以放手的 就是說我們接受 他在那裏更好的 那可以令到他更加依靠神 那這個就是每一個人 他怎樣看災難呢 是令到他以後能夠得力的 這個是我 即是說面對災難的情況 那我想說呢 就是剛剛呢 就梁閻成博士呢 就他有一個 網上的靈收 就講到在 環難之中呢 怎樣 和神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我就剛剛放了一個連結 到這個群組的 大家都可以 明早10點鐘 就是明早我們那個 完了之後呢 然後10點鐘 如果你有興趣聽 梁閻成可以講到這個 這個靈收 有沒有回答到你呢 因為 因為這件事情 可以發給你聽 是沒有人有一個完整的答案 沒有人能夠說 在這些困難中 就是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些困難呢 有時候有些 就是 都有一些很災難的 災難性的發生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在牧師身上 但是我們 深信神真是祝福 而在那些人 就是 譬如有些好像我這樣 我經歷了很多困難 但是那些事情對我始終是祝福的 就是我以往受過 不是不止一個人 有不同的人 對我的 壓抑呢 其實是對我生命 是一個祝福來的 因為我跟著呢 就真的學到 不受人影響了 還有怎樣靠神起樂 就是我 我就恆心 就是我唱那首詩歌的時候 我真的唱得很平安 很輕盛 我真的覺得 啊 神你真是好 我就 對於人的問題 我就會turn off 就是我 我不會介意 沒有所謂 OK 有沒有回答到你 是的 可以啊 牧師 是的 其實你剛才回答我 都有一個提醒 就是其實我都不認識那個牧師 就是我只是片面去看那份報紙 其實事後這件事件 對那個牧師是帶來什麼影響呢 其實會不會這個災禍 後面是有一個祝福我不知道的呢 是 所以我無需要繼續去追蹤下去 去想 為什麼會繼續是 是 就是有一個這麼愛她的 就是我當 我當作我 我當作牧師是愛神的 那 所以其實這個都不用繼續去想下去 是的 還有 剛才你也有說 其實 愛神的人都不代表是沒有災禍的 都會聽到梁英成的那條link去聽 但是只不過是 就是那個理解是不是應該是 其實 雖然會面對災難 但是其實只要心信神呢 其實那個災難後面是有一個祝福等著我們 是不是可以這樣去理解呢 是啊 就是好像弱室那樣被她這個歌出賣 她就堅決倚靠神 結果那時候對她有益處的 是 明白 譬如寶羅她本來呢 她應該初頭做法律賽人那些 她們 那樣東西都很穩定的 她的生活很穩定 她的 她的 在作為法律賽人 那些工作又很穩定 但是當她信了耶穌之後呢 她就很不穩定了 因為被人逼迫 她傳導有很多人反對她 但是呢 她又經歷到神很大的喜樂 平安和力量 那 OK 好 其實這些問題我們都是可以去思考去面對 我又想聽一下還有沒有其他人想分享 就是說 你在你生命中真的看到神 不同方面的祝福 我就 就是我自己就講過很多了 神可以保守我的平安 啊 醫治我的心靈啊 不受人的影響啊 學到這些教導啊 就是我覺得這些已經是很大的禮物了 因為我可以幫到任何人 他有情緒的問題 有不開心 我們可以祈禱呢 他即時覺得鬆啊 還有呢 去幫他輔導 幫他處理問題 他真是改善 所以我覺得呢 我的經歷是對我 是有益處的 那我不知道其他人 你覺得 你是不是在生命中 經歷到神的祝福呢 有沒有人分享呢 那如果沒有呢 那我們就會繼續下一節 不過如果有人分享 可以分享的 或者詢問 OK 如果沒有我們就 是不是有人想說話 嗯 我可以說一下 嗯 我想呢 是 譬如未信主之前呢 其實我個人 都 說話都幾直的 那所以呢 可能呢 朋友呢 都是只有幾個 那 都是有孤單的時候的 那 那 但是我信了主之後呢 那就 那 慢慢呢 學會了 如何柔和謙卑 那 跟著後來呢 我就發現呢 反而很多人 就找我聊天 那 那我的朋友呢 就 很多 就是真的聊心事那些 那 真的很多 那 然後 當我幫他們的過程裏面呢 其實 我有 幾個體會的 因為我很理解他們 那種 人際關係的衝突 令到他們失眠那種 失眠狀態 嗯 第二 就是 知道 明白到為什麼他們 不懂得怎樣去處理 因為我以前都不懂得怎樣去處理 因為 沒有一個榜樣 或者沒有一個人教我 我 我看不到那個榜樣 還有 那跟著 那我就可以告訴他們 怎樣做 那 那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們 跟我聊完之後 他們覺得很舒服 那 就是有些不是教徒來的 他們會覺得很舒服 那 還有他們會 搞不搞又要約我出來吃飯 又再聊 那 那我自己呢 也都得到一種滿足 我覺得能幫到人 嗯 嗯 我覺得很滿足 嗯 也都 我不會再 好像未順住之前 那種孤單 我是 嗯 就是我覺得自己很豐盛 很滿足 而這件事是 不能用金錢 去買 也都不可以靠自己努力去得到 我覺得這些是很寶貴 嗯 是 非常好啊 就是 我有類似的經歷 就是你自己處理到你的 和人的關係 跟著呢 你就可以幫到人了 那你就覺得 在幫到人的時候呢 你覺得 生命更加豐盛 是啊 嗯 嗯 非常好啊 多謝你的分享 OK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 就是深信 神是 祝福我們的神 而有時候有些人說 為什麼我不得祝福呢 有時候也都是 他有沒有學到 從神得力 以前有一個傳道人 他跟我說 我很難感謝神 我說 為什麼你很難感謝神呢 他說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一樣都不順利 我侍奉又不順利 我家庭又不順利 我一樣東西都有困難 那 那 當時我見到這個傳道人呢 就是我認識他 我是見到他是 生命真是 就是很多軟弱的 他 他雖然是傳道人 但是他沒有學到這種方法 怎樣得力 不是個個人 不是個個傳道人都一定會得力的 其實都有不同的傳道人跟我說過 他說他覺得很辛苦 他覺得做得很累 以前我曾經有一個教會 開始中文工作 在外國 我做了沒多久 那個牧師跟我說 他說我有抑鬱 但是當時我不懂得回應他 我說我不懂得處理 那麼他有沒有再跟我說 那麼也都有一間教會 我在這裡做了幾個月 那個牧師跟我說 你是不是做主任牧師 我不想做 很辛苦 還有他講到他每次講完 他太太都說他 就是說他講得不好 那麼其實真的很多人 他不能夠得力 所以他們就覺得做基督徒難 做傳道人更加難 就是覺得做傳道人難 這個事情 也有頗多傳道人覺得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信徒不是個個都肯聽話的 很多不肯聽話的 想幫他 他又不接受幫助 不肯改變 這樣的時候是會悲心的 所以我們這一連串 我們會講到 首先我們雖然知道人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有這個行狗的動力 但是我們一定要清楚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動力 我們真的看到 第一相信神的應許 神的應許還給我們聽神的祝福 祝福那些聽祂說的人 而我們本身 尤其是在親近神那裡經歷 親近神經歷 其實我剛才說唱那些詩歌 唱詩篇 那時候我都沒有聖年充滿的 但是我唱呢 我真的覺得很平安很舒服 我只在一邊唱 我都覺得很平安舒服 我不知道大家聽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種平安舒服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呢 神的動作是很明顯的 在我初信的時候覺得很明顯 在我一路成長 我不同的時間 有時候一祈禱靈修 我真的覺得很平安 很明顯的平安 是在我身上的 尤其現在呢 更加聖年充滿的 更加不力 但是不是個個都得力的 所以我們需要學習 怎樣得力 想說 是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